108年全國柔道錦標賽 在5月16號進行國小組賽事 除了男女生分開比賽以外 還區分為國小五六年級的A組 以及四年級以下的B組 其中國小男子B組第一級的冠軍賽 是由江翠國小的張俊宇 對上虎偉柔促的謝品鋒 兩位只有30公斤出頭的小小柔道選手 整面交鋒 謝品鋒在前半段就拿下了半勝取得優勢 雖然張俊宇在比賽後段嘗試反攻 但都被對手成功擋下 最終就讓謝品鋒帶走勝利 拿下第一級的冠軍 接著看到B組第三級的冠軍賽 由開源國小的卓炳環 對上接受國小的吳資云 卓炳環在被摔倒後感覺十分痛苦 不過他還是忍著淚站了起來 堅持站到最後 只可惜他的毅力沒讓他拿下勝利 對手吳資云來了這一季扶妖摔倒 拿下一勝 直接抱走了第三級的冠軍 至於B組第五級的冠軍賽 由江翠國小的沈崇毅 對上太平國小的蔡宗范 其中沈崇毅曾在107年的中正盃 拿下這個量級的亞軍 兩人一開賽就糾纏在一起 互不相讓 沈崇毅做了一次小內哥 拿下半勝的得分 他在這場比賽中攻守表現都很沉穩 雖然最後沒辦法再拿下分數 但在先前建立的優勢之下 時間到點後 還是確定拿下第五級的冠軍 國小男子B組其他量級的賽況 第二級的冠軍是來自新興國小的徐子恩 第四級冠軍則是江翠國小的李仲萱 第六級到第九級的冠軍分別是 林佳和 阮昌玉 王毅凱與張伯君 其中江翠國小跟胡偉柔促 分別拿下其中三個級別的冠軍 是B組的大贏家 我來提供新聞綜合報導